我未有過去試過幾個禮拜日 每次都幾十萬人上街遊行 就算逃犯條例已經暫緣 都還有這麼多人上街 昨天七一又有 那跟著年輕人就有暴力事件發生 我認為這件事是一個非常之深層次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認為整體是很多市民 是覺得那個政府聽不到的聲音 立法會整體又沒有跟他們把關 令到很多人覺得要剩下街 因為我們沒有政改嘛 投不了票嘛 那就一定要是上街用人民的力量 帶出他們的種種的不滿 這些不滿呢 裏頭有很多很多有民生有政治 但我覺得呢 其實一個政制的改革呢 是刻不容許的 我剛剛提議特首在漫長的暑假 開一連串大型的閉門 最緊要閉門呀 各位 你們沒分聽呀 如果這樣一公開就走了樣子了 閉門的聆聽會 是聆聽 不是對話 是聆聽會 聽年輕人的訴求來的 我有四個小孩 我現在有幾個孫子 他們全部不想聽我說話 他們只是想我聽他們說話 我認為應該多些時間聽一下不同的階層 直接去說話 每人分半鐘 兩分鐘 特首最好就不要即場回應 除非他們是追問問題 或者澄清那個關注 最好就是記錄在案 我覺得是時候 我們特區的一把手 真是有一些巨型的場合 去給一些抽樣的 入席的指紋 聽聽他們各方面的訴求 當然我亦都希望那三個禮拜天 上街的人都有很多人做這個參與 去真是掌握一下 到底現在有沒有一個主流的關注 還是全部都是散修修的 我自己個人的感覺 是應該形成這個主流的關注 無論如何都可以幫助我們一國兩制 更加暢順走下去 不理哪一個最特首 我覺得這件事趁著現在是必須要這樣做的 老闆 我想想請教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立法會都說 現在這個禮拜都開不了了 但前面之前也說過 那些民間都破搏 可以快些過了 你覺得現在不是 立法會應該明天找一些地方去開會 去解決 或者快些關注這些民間 或者是否有去上決 我絕對是贊成 我們立法會盡我們的能力 是通過一些市民急需和有共識的一些活潛 一些的工程 OK 我絕對同意的 但是問題是在甚麼情況之下呢 會不會再被衝擊呢 會不會有幾個人去再在全世界的員工幕上 又見到我們連開會都開不了呢 很老實講 要平衡兩方面 我不想全世界再見到香港又說有會開不成 是不是 即是無論他們那些示威者有幾大的理由都好 我猜他們一定會收到封出上去阻撓 其實你問得很好 所有社會出來遊行的 他們眼睛是雪亮的 他看到到底這班示威者 如果連我們一些很正常的會議 是封過一些很民生的撥款 他們如果都會去阻撓的話 是不是 事實擺在眼前 這個世界所有矛盾 議會是一方面適合了 另一方面錯了 大家都有責任 我現在最想就是出來遊行那些廣大市民 看清楚哪些是暴民 哪些是一康熱血 追求理想 覺得沒有人聽他們說話 代表他們的年青人 OK 哪些是真真正正 是真是為他們做實戰 那些的議員 這個他們自己要決定 明年立法會選舉 每人手上拿著一票 他們就要很慎重去決定 他的票怎麼用 所以你剛剛說的問題 大家心裡有重 我當然希望繼續開會 是不是 我已經如過在香港了 但是會不會又開不成呢 又被人在那裡搞事呢 我未來得到你 沒覺得好一點可憐 他們覺得是可能 是否是被人家 你認識P 한다 你認為P 例子給人家 美國大局 美國大局 市民派來 盡 ли 美國大局 華大局 老闆 though 你難道 對 你現在 美國大局 美國大局 這間 damage to a point where we cannot have further education inside the country. OK? Now, the President has already announced that in the coming council meeting, 立法會又沒有開會, 到12點中暫大了, 那是為甚麼呢? 林鄭在那裡 唯一我想到, 林鄭在那裡, 那不要衝擊立法會 她也是說的嗎? 不要拉林鄭下去, 現在她衝擊立法會 是吧? 那立法會其實未來是想通過很多民生的議程 他們這樣衝擊是令到這些民生議程 很快地繼續 那他們有沒有想過 他們的後果 即是他們做這件事的後果是怎樣呢? 有沒有想清楚呢? 我唯一感覺呢 就是他們覺得立法會整體 就是表不到他們 是吧? 那是不是在這個時候做這件事呢? 令到我們開不了會 所有其他已經是市民好壞的事都做不到 我是在這裡呼籲昨天來立法會 在那裡進去 霸佔的地方 後來離開紀元清日 都麻煩你去想清楚 你們要表達有不同的方式 昨天這個表達呢? 其實是你不治的 我想要了解一下你剛才的情報 就是一陣子都很難的 我不是那時候都在講過嗎? 特劉和法官啊 那你到底自己站在那裡 才說政制改革要開始? 還是 我說 我認為 他們這幫人的儲留的煙氣 是覺得政府沒有聽他們說話 那政府沒有聽他們說話 為什麼他們在想呢? 因為他們手中沒有票嘛 他們昨天那幫人肯定不是那千幾二千的選委 他手中沒有票嘛 那他們覺得立法會整體 又好像沒有跟他們把關 那我沒有說我同意一下 不過我覺得他們來衝擊立法會 就想帶出這個信息 那當然啦 又是跟政制改革有關啦 大家都知道的 現在我們立法會是怎麼處理出來的 所以回歸了22年 到今天這些問題全部都在那裡探討 沒有去處理的 作為年青人一代 下一代又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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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覺得呢 無論你搞多少經濟環境都好 你一個政制 大家期望是有改革去持的 現在全部平均了 長魚對於處理香港 世世代外的年青人的心態 是有深刻的影響的 補償這一次的失誤 就是跟中央爭取 在明年立法會選舉之前 作出一些表態 說選完立法會 等到這個任期完過兩年呢 可以重啟政改 用回 我都說得很白 我知道很多人會罵的 用回白山的框打 我想看看出現投票的市民 到底有多少人 是因為贊成八三一框打 推動政改 做一個單一議題 選出他們心目中的意見 出現一個好的時刻 因為我記得當時 一五年的時候 做民調呢 八三一框打呢 支持是多個反對的 為自己的選票 過的都是為自己的選票 過了之後呢 我相信都幾難有三百多 那可能泛民的支持者 都會開始獲得八三一 即是考慮 甚至乎有可能的 泛民的參選人 出面呢 都會口鬆些 在他尋求選票的時候呢 都會講得 即是 怎麼說呢 開明些 開放些 如果這個是社會普遍的 我再做了一件事 我曾經說過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 這個世界沒有一個方案是完美 如果我們每一件事 都要完美的方案呢 其實就永遠都不會發生 我們需要有一個 不是完美的方案 但是好過今天這個方案 今天這個方案呢 大家看得很清楚 是不是 特首是 是很難去反映 香港大部分人的意願 因為在第一個禮拜日 幾十萬人上街之後呢 政府是晚上11點 立刻出來說 繼續 不信 我覺得那樣東西呢 是令到很多人覺得呢 他手中說要出那個 裏代表你 看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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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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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不是很简单